聽說有沒有人滿意現在的政府 都沒有一個人滿意 我告訴他們說 你如果有願意你拿手給我看一看 沒人拿手 那如果是說你如果沒有願意 你拿手給我看一看 你拿手給我看一看 這就是很清楚了 這個國家守不住這個政府 守不住這個國家的民主 這個政府濫用權力 濫用國家機器 破壞在民主社會裡面 大家期待的公平競爭 破壞在這個社會裡面 我們所期待的人權 破壞在這個社會裡面 我們很多珍貴的價值 民主的社會裡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人民當家作主 但是我們這個總統 在處理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兩岸政策 有沒有透明化 有沒有告訴我們他在做什麼 連首席談判員都出事 我想我們大家都很煩惱 很擔心的 是不是 民主社會講究透明化 講究人民的信賴 講究人民對人民的溝通 這個政府都做不到 這個也罷了 我們想看看這幾年來 一再的發生我們的食品安全的事情 這個事情發生一次發生兩次 我們覺得還可以原諒 請政府多做一點事情 多保護我們一些 但是一再的發生 這麼短的間隔的發生 我們就覺得這個政府真的是沒有心 也沒有力 在這個事情上 大家說對不對 這是一個我們台灣人 很切身的事情 我們每一天吃的油 我們每一天吃的東西 我們都不知道說什麼可以吃 什麼不可以吃 這充分的顯示出來 就是說這個政府 如果不是沒有能力的話 就是沒有心 但是整個台灣的人都在說 這個政府是既沒有心 也沒有力 大家說對不對 但是每一週出事 要進入負責的時候 進入了執子在野黨 說在野黨要負責 尤其是蔡英文要負責 我要告訴大家 既然在野黨要負責的話 那就輪我們來做執政黨 我們來負責好了 你們好嗎 所以2014年 我們從地方執政開始 改變台灣好不好 2014年 我們手上的這張選票 要告訴執政者說 我們這張選票 是很珍貴的一張選票 我們選的是台灣的未來 我們選的是 將來要帶領台灣的 未來的一個好的領導人 好的政府 好的團隊 大家說好不好啊 好 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